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接下來的演講題目是 Property-based testing in Python 演講題目是 然後演講者是 Ren 那我們熱烈歡迎 Ren 好 那感謝啟軒的開場 感謝各位今天花時間來聽這一場 主題是Property-based testing in Python 的演講 我是講者 Ren 不免俗的先來個自我介紹 我目前在Nesco當資深工程師 在這之前也在APR工作過一陣子 我自己本身因為工作跟個人興趣上 是Python跟Go兩個語言同時使用的使用者 因為今天在Python才玩演講 所以我把Python寫在前面 另外平常休閒時間 我就喜歡打一些桌遊或是卡牌遊戲 然後有時候消毒疑性 另外也蠻喜歡去烘焙一些甜點的部分 右邊這個QR Code是我的LinkedIn Profile 有興趣的話可以掃一下然後Connect我 好那接下來快速切入今天的主題 這個Property-based testing 這個東西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一點 對因為我目前工作經驗上有看到使用的團隊也不多 那這邊先來個比較簡單易懂的介紹 對那它的概念呢比較像是相較於以往可能大家寫測試比較多是針對一個特定的 一個input然後跟一個特定的output進行比較 那這個PBT也就是Property-based testing 它的概念比較像是我們就不去考量什麼特定的input output了 我們一直去針對一些一定是對的東西或是一定會發生的事實來做檢測 那它的輸入就可以是一個隨機生成的狀態 比如說一個任何正整數或是一個任何數字它除以0 它就一定會觸發0DivisionError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的input其實就不需要我們自己手動去寫 我們可以用random的方式生成一堆Integer 然後把它除以0來檢查有沒有觸發0DivisionError 那除了理論之外我們當然是提供一些比較 比較務實的實驗或是手動操作的部分 那就來到今天我們會簡單介紹一下的一個第三方工具 它叫做Hypothesis 對 那這個東西截錄至它官網上的介紹呢 它是這麼說的 它是藉由讓你寫一些測試 那這個測試呢 它是比較針對在一些總是會是正確的事實 就是assert that something should be true for every case 的這個就是其實跟priority-based testing很一致的這個論述 來協助你更有效率的完成一些測試 而不是說像以往大家比較奇怪的就是永遠需要寫一些特定的 input output 來做比較 好 那我們來看一點基本的code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hypothesis應用 那它裡面有提供給你一些build-in的strategies 那這個一些strategies主要是用來生成隨機資料用的 像這個範例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第二行的這個import 它有從hypothesis去import這個given的decorator 還有後面strategies 我們用st來表示比較簡潔 那下面那個可以是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test case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我今天有一個函數 然後它的input必須要是個ipaddress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可以用given然後st.ipaddresses的方式去讓hypothesis 為你隨機注入一些合法的ipaddress的自串 作為你函數的input 接下來在測試的內容中 你可以去使用這些ipaddress 來進行一些你程式邏輯上的測試 那因為它生成的ipaddress 永遠都會是valid也就是合法的 那你的程式就永遠不應該出錯 對像這個情況我們是用這個標準 韓式standard library裡面的ipaddress的這個功能 來轉換這個自串 所以它理論上永遠都不應該出錯 那這是一個很入門級的PPT的概念 接下來比較進階一點 相信大家如果是有開發過一些比較複雜 或是實際應用到產業中的app 或是一些邏輯的話 應該都會需要定義一些自己的class 或是structure 那這class可能就不只是單一的正整數 或是單一的自串這樣 它可能會是個有很多欄位的物件 比如說以演講的speaker來說 你會需要講者的名字 也會需要講者的自我介紹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Hypothesis也提供了一個叫composite strategy 來幫助你更彈性化的去建構說 你今天要隨機生成一個speaker object 那裡面的每個欄位應該要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生成 比如說你會希望 講者的名字永遠都在10個字元之內 那講者的介紹永遠在150個字元之內 等等的一些客製化設定 那在使用上呢 其實跟剛剛的IP addresses一樣 你只要把自己定義的這個speakers 像剛剛的做法一樣 傳進去到given的這個decorators裡面 那它就會幫助你 針對你這個task case的speaker的這個參數 來隨機生成一些speakers的物件 那方便你在你的測試邏輯中 進行這些基於speaker 隨機生成speaker物件的一些邏輯驗證 比如說你可以去驗證說speaker的名字 一定是大於0個字元 然後小於等於10個字元這樣子 那如果相信 如果你是用python做一些unit testing 或是一些種種奇怪各式各樣的測試的話 你應該會對pytest有一定的熟悉度 那hypothesis也是跟pytest有一些integration可以使用的 以這個情況來說 這邊舉的例子是 後面 綠色那行後面的hypothesis show statistic 對那它的這個功能就是可以幫助你去理解說 今天你這個test case在執行的時候 hypothesis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幫你生成你的隨機input 比如說在第一個階段它寫during reuse phase 就是hypothesis在生成隨機資料的時候 它其實其中一個步驟可以是重複使用之前生成過的隨機資料 那第二個section呢它是寫說generated phase 也就是說它有些資料可能是隨機生成 而且是新生成的之前沒有使用過的 對而且它這邊會顯示說它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以及它生成了多少examples 可以幫助你有時間或是說你發現你的程式測試 測試越跑越慢的時候 去好好的看一下到底是哪個地方在托賣你的效能 對那最後那一行是 基於應該說在每個測試 PPT測試執行的時候 hypothesis會找到多少個成功的案例 你才能判斷這個task case是通過的 那預設數值是100 也就是說當你使用hypothesis 來生成隨機測試資料的時候 你如果不做任何額外的設定 它預設會找100個成功的案例 才會判斷你這個測試是通過的 接下來講一下就是聽起來hypothesis很好用 但是你要怎麼說服你的老闆 或是說服整個團隊一起使用的部分 那其中一個你可以拿出來說嘴的方向 就是它對於生產力的貢獻 一般來說我們在寫測試的時候 大概可以分為這三個步驟 就是一開始需要去arrange 就是你要設定一些dependency 或是說你要設計你的input是什麼樣的資料 那第二個步驟可能就是去呼叫你要測試的函數 或是說你的函數可能是一個非同步的job 那你有個scheduler 你要把它安排時間執行 那最後呢以往我們都是因為有了明確的input 所以我們會需要跟一個明確的output做比較 對 轉換成code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這個pytest的parametrize的markers 這邊用的是一個對於把一個stream反轉的測試 那這邊提供了三個蠻基本的test case 就是空字串 然後一個字元跟兩個字元的這個範例 對那可以看到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一旦你的邏輯跟著越來越複雜 或是說你在production環境上遇到了一些error 所以你會需要擴展你的test case 你可能會需要手動的去增加這一行的長度 之後就會變成五個十個或是二十個 或是有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它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你需要把它重舉出來才能進行測試 這其實在長期來說會蠻花費團隊開發人員的精神 那今天如果是換成使用property-based testing的這個邏輯呢 在最右邊的那個assert的步驟 它其實會變成是對一些一定會是正確的事情 也就是事實properties來進行確認 在程式上的展現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透過hypothesis的這個given decorator 來讓他們幫我隨機生成非常大量 不一定是空自竄 也不一定是一個字元的這個text就是自竄 對那除了隨機之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用example 就是第三行這邊去指定說 除了隨機生成以外 這個example你也要幫我測到 也就是一定程度的人為干預 或者說窮聚 對這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這些東西都做完之後呢 可以看到最下面的那三行 assert的部分 我們就是會針對一些一定會是正確的事情 比如說自竄反轉之後長度也會一樣 然後自竄被反轉兩次 它應該等於原本的自竄 這些publeties的部分來做驗證 而不是針對一些預期的output來做比較 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說 隨著時間或是邏輯而複雜 我要不斷地去增加或是改變我 在上一個階段也就是這邊parametrize 所需要重舉的test case數量 好 那接下來這邊來分享一下hypothesis 它在teamwork就是團隊合作上 可以怎麼使用會比較流暢 那這應該是還蠻常見的情況 也就是說當你的程式或是產品越來越複雜 那你可能會有越來越複雜class 那class之間又會互相引用 比如說當你今天又有了session的這個class的時候 你可能每個session會需要一個speaker 那你這時候可能就沒辦法用比較直觀或是簡單的方式 讓每個人都自己寫自己的strategies 也就是用compensate的方式來寫 你可能會需要一個比較集中化或是一個domain expert的方式 由他或是少數幾個人寫好一個共用的strategies 來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這在團隊合作上是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那在程式碼上的話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同樣是用compensate的這個strategies來定義每一個class 當它的constructor到底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隨機生成出這個物件 然後讓我們注入到測試之中使用 那如果從流程圖或是比較圖像化來看大概會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透過你自己或是你的同事一些對於hypothesis比較熟 或是有心想要推動的人 你們負責寫一些共用的strategies 讓大家使用來減少大家的入門門檻 那這個東西會被import到其他的test module裡面 或是說你們的report如果位在比較中心的產品中心的位置 這個東西也可能會被import到其他人的report中使用 好那這邊的話可以來做一些更進一步的應用擴展 雖然我們有時候有了shared strategy 但它只是讓大家都有一個同樣的東西可以使用 但是總是會有些特別的情況 我們會需要一些稍微的克制化 也就是說這些strategy其實是還可以經過後處理的 來讓它可以好好的符合每一個不同test module裡面所需要的應用 這邊可以來講幾個比較實際的功能 第一個是filters 就是剛有提到說 比如說我session隨機生成 那它的時間可能會是15分 30分或是45分 但是如果今天某一些特性是只有15分的session才有 那我們測試也只需要測這些15分的session 那該怎麼辦呢 這個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用filter這個功能 後面會傳入一個callable的object 那這邊我是偷懶我就用lambda來寫 那它做一個簡單的驗證就是這個duration一定要是15分鐘 我才可以接受這個東西被注入到測試裡面指定 那下面這個其實邏輯一樣 一樣是今天session它的等級有可能是比較入門 或是比較中階或是更進階需要有經驗的 那這邊我就是驗證它一定要是experience level 我才會把它注入一些專門對於experience session的邏輯來進行測試 好 那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hypothesis跟pytest的算是一個plugin來做驗證 可以看到它會多了黃色那一段 它的大意大概就是說 我今天有多少的在隨機生成物件的事件中 因為不符合這個filter的原因而需要導致我重新生成 或是重新抽選之類的 那它一樣會有一些時間或是比例的統計數字給你 所以這也可以幫助你說 假設你今天花的時間在生成上 或是在測試上的時間真的太久 那你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這部分的生成或是重新抽選的部分 花了太多次 比如說可能80%或90%都是invalid example 那你可能就放棄filter這條路 改成去重新寫一個比較精準的composite strategy 來生成你要的隨機物件 這樣會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擇 第二個是map 剛剛的filter如果說可以算是一個篩網load 那map就是一個轉換器 就很像python裡面的map function 它會把你strategy生成出來的每一個隨機物件 去放在一個函數裡面 那以這邊的一個例子來說 如果在某一些比較網路不是那麼順 或是說你可能不是吃到飽的情況下 你可能會需要啟用這個叫data saver mood 也就是資料節省模式 對中文應該是這樣子 總之呢你會希望最大幅度的降低不必要的資料傳輸 比如說你需要知道一個演講的資訊 可能就是它的講者然後它的主題 以及它的程度分級 對又這三個東西基本上可以協助一個參與的匯眾 來判斷它要不要參加這個session 對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可能不會想要再為這個東西寫另外一個strategy 來生成它 畢竟就差不多的東西嘛 重新寫一個總是有點浪費時間 這時候你可以使用map function 來提取出一個完整session資料中的這三個欄位 就是speaker、topic跟level 然後讓它建構出一個新的輕量型的session model 然後來進行測試 第三個呢就是hypothesis也是有一些settings可以讓你進行客製化的 或是說藉由設定來滿足不同使用情境上的需求 那這個東西我會比較推薦由一個domain expert 或是熱心的同事來集中管理 那使用上來說就是基本上它可以是一個profile name 跟一堆settings的collection的這個key value關係 以這個情況以這邊的例子來說 比如說我們在local執行測試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希望它的deadline可以快一點 畢竟我們需要不斷的try and error 然後找出結果 那最大的examples可能也不用這麼多 畢竟時間有限 但是log的部分你就會希望它可以詳細一點 因為你會希望有越多的資訊幫助你找出哪個error example 會比較好 另一個情況如果在CI上 你可能就是push commit之後讓它自己跑 你就不需要再盯著它看 所以這時候你會希望max example多一點 比如說200個 但是因為有一些CI server 他可能需要跟其他的jobs去分配資源 所以他可能在執行上效能會比不上你local端的執行 那這時候你可以稍微延長一下它的deadline 比如說到500ms 來避免說太容易導致timeout的情況發生 好 那設定完這些setting之後 你需要註冊它也就是前面三行的部分 透過settings.register profile 那就它的名字跟上你後面那些settings的collection就可以了 其實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後面兩行是在把profile載入 也就是說load profile之後它會使用你預先設定好的那一套profile 來進行所有測試的config 比如說你的max examples要是20個還是200個 那你每個test case的deadline要是100ms還是500ms 對 那這邊我是比較推薦用讀序環境變數的方式 來做到這個profile的切換 對 那這段程式嘛 那如果是用pytest的話可以寫在最高level的 就是root level的configtest.py裡面 它就可以在你測試執行 其他測試開始執行之前先進行profile的切換 接下來來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聽完我的演講 你覺得熱血沸騰 想要好好的替你的團隊或是部門裡面 介紹一下hypothesis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遇到哪一些問題 以及我自己個人在過去工作經驗中的一些心得分享 第一個最想聽到的就是它好難 對 它確實蠻難的 畢竟大家測試寫習慣就是會有一個input output的對應 那你今天說我們input是隨機的 然後我們要去驗證一些永遠是對的東西 對這一般同事可能會剛開始比較難接受 那這部分的話我的建議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想辦法把學習的曲線變得平滑一點 比如說你就講一些sharing啊 除了幫大家理解之外還可以刷一點存在感 對 另外就是你也可以提供一些code的範例 就像我在簡報中寫的這樣子 可以幫助大家比較有效的理解 那第三個就是像剛剛提到的sharing strategy 你可以做一些抽象的打包 讓這個東西更好用 來降低使用的入門門檻 第二個方向呢 就是你會需要找隊友 或是說給大家學習的機會 好讓他們體會到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對 那比較常見的方式 但是如果是用Gira或是Asana之類的任務管理軟體的話 你可以稍微拆分一下你的ticket 就拆一兩個小東西出去讓別人試試看 或者說你比較主動一點去review一些test相關的PR 然後comment一下問說作者願不願意試試看 用hypothesis來生成他測試需要的資料 接下來另一個方向應該也是比較棘手的部分 就是你的CI pipeline可能剛開始會變得有點不穩定 而且比較容易有error 對 那這個東西確實比較棘手 因為它會卡住其他人的進度 那我這邊的經驗第一個就是 稍微控制一下它影響的範圍 可以從一個比較小的scope開始 比如說從一個比較不那麼多人會改動到的test module 或者說從一些比如說max example 從10個或20個開始就好 不用一開始就到100個 那這個部分可能可以相對比較有效的減少它會壞掉的機率 對團隊影響也就不會這麼大 那對你的阻力來說也就不會這麼的痛苦 對 第二個就是需要認知到說PPT並不總是適用於所有的測試案例 畢竟你的input是隨機的 那但是你並不總是有那麼明確的properties可以驗證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點串的邏輯過程 你有很多drop要去處理它raise condition的驗證 那這其實很難用property-based testing來達成 所以說這些東西你可以先朝一些 單純是input output的helper function 來進行一些小實驗 第二個方向就是去跟團隊溝通說 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些因為PPT所導致的CI fail 或是說你在local甚至在local測試也會fail 那你需要怎麼做快速的troubleshooting 或是怎麼樣才可以是一個團隊可以接受的workaround 比如說你CI一直fail的話 是不是可以稍微降低一下maxexamples的數量 比如說原本是200個 那如果它連續fail了三次 你可不可以稍微調低比如說調成50個 來讓它可以先通過之類的 這個就是看不同團隊的使用情境 以及團隊覺得是測試重要還是趕上時程比較重要 不同人有不同的priorities 所以這個我也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 然後這邊有幾個我做簡報或是準備原降時使用到reference 我有把簡報連結share在我的Pycon台灣網站的議程頁面上 所以有空可以去點點看 第一個是hypothesis的官網介紹 就它的文件寫得蠻完整 所以如果全部讀過一遍應該會讓你在使用上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 第二個是一個hardscale的library 它其實也是property-based testing的最先的發起者 就是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應該說它是一篇ACM的paper 那它雖然如果它雖然沒有一些比較適用現在軟體開發的比較潮的功能 但你可以比較有深度的了解說當初是在什麼樣的使用情境下 才會讓property-based testing這個方法被提出以及被看到 好 然後最後幫公司宣傳一下 這是我現在帶的公司Nescope 然後我們的產品有包含跟single sign-on的整合 還有security web gateway之類的一些資安級合規的東西 那因為剛剛HR有在jobfair講過我就不太多說 然後我們最近也有在hiring 就包含一些sovereign engineer 還有剛剛提到SDET的部分也都有在招 好 那textec python跟go c++是程式語言的部分 然後qr code是我們career page 或是說要直接從後面的出口出去我們攤位找hr也都可以 好 那這是我的演講 感謝大家的聆聽 好 謝謝ren 那我們現在進入q&a的時間 大約有三分鐘 好 第一個是想問在pytestparameterize裡面用random 是不是也可以做類似的效果 還是不用限制output必須是true 可以 但是random的部分 你使用上是每一個parameterize的testcase都是 那個欄位都是random嗎 對 如果是這個情況下 確實可以達到同樣讓資料隨機生成的結果 但是因為你沒辦法跨越不同的testcase 使用同樣的sharedstrategy 所以在使用上我覺得還是用hypothesis寫一些共用的strategy會比較方便一點 第二個可以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 拍property-based testing抓出一些傳統人工assertion沒有抓到的問題的例子 這個還蠻多的 第一個比如說就是你要數字的時候 它塞一個not a number進去 你程式可能就會壞掉 那另一個比較常見的就是overflow 就是它可能會塞一些很大的數字 或是很小的數字 然後故意把你的程式搞壞 或是說有蠻多 現在應該比較還好 但之前剛開始會有蠻多新手不願意用enum來寫 大家就會寫正整數 那正整數的範圍只要超過它定義的enum數值 它可能就會出現undefinedbehavior 這個東西也蠻常可以抓出來的 對 下一個問題 請問這樣測試時間會不會拉很長 會 這是一個蠻直觀的drawback 但是因為剛有提到說你可以透過settings的方式去設定 你的maxexample要是多少個 也就是說你會希望隨機測試的過程中 找到幾個成功案例才判斷為通過 那你可以稍微調低一下這個數值來加快你生成的時間 另一個方面就是剛剛有提到跟pytest的integration的plugin 你也可以蠻直觀地看到說測試時間變得更長 它究竟是卡在哪裡 那看你要不要做一些tuning 對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最後一個問題 How to make sure the given decorator really gives the test CASP output possible input 我要英文 你講中文 好 我現在講中文 So If you can understand my replies Please reach out to me after my speak 對 那它這邊意思 它沒辦法給予全部的 全部可能性的輸入 對 因為你全部可能性的輸入 基本上比如說自然數的稠密性 你就不可能窮舉所有自然數來成為你測試 測試test case的輸入 所以它是用一些演算法來比較聚焦在一些邊界測試 比如說是0或是2的三十二次方之類的 就是一些比較boundary的邊界值來確認說 你有好好的cover到這些邊界情況 對 所以它沒辦法窮舉所有的可能的input來幫你進行測試 但是它可以聚焦在一些你比較難想到 或是說可能會導致error的情境 來幫你伸出這些隨機資料 好 那我們一程的時間就到這邊 然後謝謝RAM的回答 那等一下如果有其他剩下的問題 可以在這個RAM的左後方 或是說其他的區域找到RAM 然後線上也可以跟他討論 那讓我們再次謝謝RAM帶來的熱烈的 精彩的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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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